30秒一攝,攝影星空Timelapse 這條大約3分鐘的影片,叫做HKSTARY NIGHT 攝影師花了3年時間走遍全香港 像萬宜水庫、清水灣、洞瓶洲 甚至池雲山、尖咀鐘樓和太空館 為的都是要拍出一條有香港街景特色的Timelapse 星空夜景短片 肯花這麼多精神和時間的就是這位天文導師 兼星野拍攝創作者阿Miu 很多人都誤解了拍天文攝影的東西 有些很昂貴的器材、很特別的器材才能做到 數碼單的反應機其實影響了很好的星空效果 像這張張的星流積感一樣 就是用單反映的 不如讓阿Miu和我們示範一下 因為我們市區的光烏熱環境真的很嚴重 通常我自己有個心得就是 128xhz 光圈盡開 我會試5秒、8秒、10秒去做 那務求做一件很簡單的事就是 當我按完按鈕的時候曝光完 現在正在做曝光這個模式 那你會看到這張照片好像爆光 但其實如果你細心放大照片看的時候 其實是有星光在那裡 有星光在那裡 那你現在看到上面星光的話 其實這顆是什麼呢 這顆其實就是天狼星 他還說快門最好設定在30秒以內 這樣才可以拍到一顆顆星 如果要拍一些深空天體 即是肉眼看不到的星體 就要靠它們了 包括這一支500mm長炮 導星鏡、尺度移和腳架 導星鏡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修正這台尺度移 它所帶來的誤差 因為我們如果拍攝長焦距的時候 多精準的尺度移都好 它一定會出現一些誤差 可惜呀 香港光害大 它去年在台灣 就拍到珍貴的黃道光現象 不知多難忘了